各位朋友,各位独友,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呢,我在这个欧洲这个几个国家,奔铺欧洲几个国家在赌啊 然后呢,把这个欧洲的一些赌场的一些规则给大家聊聊啊 欧洲呢,大部分国家,他们的牌呢是六副牌 大部分都是手洗,就是现场拿出来六副 然后每一副在桌上给你散开,从A到K 把六副牌散完,散完以后 没有缺多,没有多牌也没有少牌 这时候你,他告诉你OK吗 他问你OK吗,你OK了,他就开始洗牌 那手洗,一落一落洗 洗完了以后,再让你切 切完以后放入排靴机 放入排靴,他的排靴不是机器啊 排靴不带机 基本上亚洲啊,美洲啊,美国啊 什么东南亚一些国家啊 全都是机器排靴机啊 那这种牌呢,他们大部分是六点卡一半 六点就是只配一半,六点庄家银只配一半 还有的国家是五点配一半 六点不配一半,五点配一半 也采取这个每次发牌的时候 把第一张牌飞掉,飞一张牌 那一般情况,他们的排靴在五十五局 五十五局或者是在 这个六十局左右 那么我呢,在这次呢,在这个欧洲之行呢 这个,就 百家乐之行呢,已经赢了不少钱啊 一些现场打牌的一些这个视频 我发到YouTube上 不是,发到YouTube上 发到我的微信上 我有朋友圈 结果最近几天呢 朋友圈 微信给我 暂时不能用了 所以很多这个 这个 朋友们 还有网友们 还有同学们 你给我发的信息呢 我能看到 但是我无法回复啊 他只能登录看通讯录 不能回复 嗯 如果你们还想找我的话 还有什么事 你们可以加 这个 堵心侠 嗯 嗯 MS 平音啊 堵心侠 MS 以前是堵心侠 GSCK 现在你加堵心侠 MS 或者等一会我把那个 呃 这个 WhatsApp 呃 还有Telegram 还有Line 的 这个 发给大家 大家可以加啊 嗯 好 看一下啊 就这个 有什么问题 可以跟我交流啊 嗯 第一个是 Nine的这个 二维码可以加 第二个是 WhatsApp 可以加 第二个是 Telegram Telegram 加Telegram 是 at 堵心侠 Jeky 啊 啊 这样可以加我啊 嗯 那接下来呢 嗯 我今天再给大家 就是 讲一些 这个 很多网友的一些 顾虑和打法的问题啊 那几个问题啊 要回答 第一个 就是那个 我那个 给大家讲的 疯狂三株 和疯狂六株 还有这个 那个 叶翰的 梅花庄投注法啊 这些投注法呢 第一要配合注码 第二个 医学牌不能赢太多 第三个 你遇到 连书的情况下 一定要停下来 其实有时间 叫什么 要学会 止水 你才能 偿赢啊 你不学会 吃水 你是赢不到 钱的 我们不要想 在医学牌 赢多少 也不要想 每学牌都赢 因为概率打法 他 始终在 某一时段 可以赢钱 但是啊 他也会 遇黑天鹅 那 唯一唯一 可以完全战胜 百家的打法 那就是 就是全局分析 全局分析 那全局分析呢 学起来 是有点困难啊 需要记的东西太多 大路 大眼 小路 嘎杂 六路 还有排点 补牌 对日 态 爆盘 暴露 高跳 这一系列的 都需要大家进行大量的记忆啊 还有杰姆斯克湾的数据排的组合 呃 尾排数据 呃 还有这个 立装立闲 哪些立装 哪些立闲 这一系列 需要大量的去训练啊 不是大家想象那么简单 嗯 那赌百家乐呢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心态 嗯 很多人控制不着心态 这个 赌博呢 为什么我说 一旦你赢了大钱 后面你会连续输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你的贪婪 你总想着昨天的 那 为什么输大钱以后你更会输钱呢 这是因为你的不服 多半按上升 嗯 不是多半按上升 是莫非定律 就你输大了以后你就怕 你拿到八点你怕出九点 拿到九点你又怕出何 一旦莫非定律起了作用 也是你让你连续输的一个情况 嗯 多半按上升 就是你赢了大钱以后 多半按上升 嗯 你永远想拿更多的 啊 这是最大的问题 作为一个职业玩家 我们必须要做到什么 就是 叫什么平和的心态去玩 为什么我说你要带一千个竹马 你只有竹马多了 你才能平和 嗯 就是 你一千个竹马 你连输十手 你没有关系 如果你拿一千 一十个竹马 你连输十手 你子弹就打光了 这用击一千个竹马 并不一定要准 要用一千个竹马 其实 我们打牌 其实两三百个竹马就够了 啊 一千个竹马是干什么的 是 给我们一个下注的信心 就像有子弹样的 你没有子弹的上战场 你死的概率很高 啊 突破不出去 概率很高 一样的 其实赌博是一种投资 你不要看2比1的游戏 越是2比1的游戏 风险越大 这个在投资学上面来说 这个赌博啊 2比1的啊 这个 风险是最大的 你们知道为什么投注 轮盘 打轮盘的人 就是Roller 37个号 你们去注意观察 老打轮盘的老手 几乎不打红黑 红黑 他的比例也几乎 接近50% 出了0 他给通吃 那为什么不打0呢 为什么不打红黑呢 他要是打数字呢 既然数字 能打受的概率比 红黑的概率都低 他们为什么要打数字 所以你们要值得深思的啊 所以接下来呢 我就给大家解答一些 这个 最主要的问题啊 可能还有些朋友 对这个 还有这个 对这个下三路不太了解啊 下三路怎么来的 我现在 这个马上给大家做个演示啊 我们来看看下三路怎么来的 怎么打啊 我们来随便发牌啊 发牌 这个下三路 先说大眼吧 大眼呢 他是头一列和第二列 只要有第二颗就写红 你看 头一列和第二列 头一列有两颗 第二列没有两颗 他就写蓝 他这个啊 如果现在这一列有蓝 他又写蓝 如果有红 他就写红 为什么 他七的 两个一样的高 他就写红 两个不一样高 就写蓝 不一样高 再不一样高 伸脚 他又写红 好 脚只要伸出去写红 其实很简单啊 这个 这个百家乐的这个 这个教师们也好 这些老师们也好 其实 很多这个 老的赌客啊 包括 现在网上很多教百家乐的 这些老师 他们可以说对 真正对百家乐是狗屁不图 到现在还有一些所谓的专家 专块的专 说百家乐是纯 纯粹的这个 呃 概率的游戏 其实不是 百家乐 坚决不是概率游戏 他一定有他的 这个规律的啊 他的规律其实很简单 这一口啊 这个 这个很明显 现在这一口 下一口是要打什么 是打闲的啊 老赌客都知道 下一口打闲 因为他没有装嘛 啊 我们看看这个大眼啊 大眼这一口 出盒了 不管他啊 盒子不祭祷 在下三路 我们再讲大眼啊 好 他这个是个蓝 因为这两个不起头 出蓝了 又出蓝了 两次不起头了 第一个是第一列 和第二列不一样 第二列和第三列又不一样 啊 然后再发 啊 他又写蓝 你看 这一页 和这一列又不一样 如果再下一口 他就写红了啊 啊 这一口 如果再跳 再跳 他又写蓝 如果下 他就写红 好 看写红 如果这一口跳 跳 他也写红 他下 他就写蓝 好 跳 写红 看到吗 啊 而大眼 的打法 红的 不是指装 也不是指弦 蓝的也不是指弦 他指什么 他指这一块 啊 大家看一下啊 呃 这个红的 对照的是这里 这边的 下局预测 下局预测 如果我们认为 下局会出红的 那就会出弦 如果认为下局会出蓝色 那就是 装 好 我们看一下啊 下局如果是出 呃 出蓝色 呃 那就是装 下局如果出红色 那就是弦 啊 发表看一下啊 看到吗 出蓝色 是装 我们再看下一局 下局如果继续出 红色 他还是蓝色 他还要出蓝 蓝色是哪里啊 这里 看到呀 这个叫做蓝 第一个蓝圈 是蓝 啊 有很多这个 这个 这个 朋友们 你们不懂的 我今天就 给你们 讲解一下啊 好 这个 再往下看 如果 下一口 是红色 就是这 这个蓝 蓝色和红色 两个有差 就是蓝色一颗 红色变两颗 他这个叫不漆头 不漆脚 写蓝 漆脚写红 啊 好 不漆脚 如果是红的 我们就出蓝的 哎 如果是红的 出装了 我们就打蓝 蓝在哪里 蓝在这个 蓝挂在哪里 蓝我们再找这里 找这里 找装 哎 装到下面 这个是变化的啊 你在赌场看到 是一样的啊 我们发牌看一下 看了吧 是蓝着 啊 那下一口 如果 继续出蓝 他就是弦 继续出蓝 这就是 要讲到下三路的打法了 我们如果打大眼的话 我们看 前面有三颗 蓝 两颗红 如果我们打出三颗蓝 那这口就该什么 该投注弦 啊 好 这个前面有三颗 这个也是三颗 那下颗我们打红的 如果打红的话 我们就该投注什么 投注装 好 出盒了不管啊 好 你看 这个不起头了 不起头了 如果我们下去 我们还是预测 这个蓝的色的继续要下笼的话 我们打什么 我们继续打装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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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跳了 断了 那就是打弦了 看到了 继续打装 他跳了 断了 这个断了以后 下次我们预测他 如果我们认为他是啪啪脸 看两颗红 如果再出个红 我们是不是打装啊 这如果是一颗红 红的对应 什么装啊 好 这就是 大眼的打法 那小鹿打法 大眼打法 和大道打法 相同的 这三条叫下三鹿 小鹿的由来 我下堂课给大家讲 下堂公开课讲 今天呢 因为我抽一点点时间 跟大家讲一下 主要告诉大家 我的微信已经 无法 这个 登 登 无法 跟大家沟通了 如果是我的学员的话 学生的话 你可以进入我那个 进入助理里面 用助理的号 跟我沟通 跟助理号沟通就行 然后呢 里面尽量少说堵的问题啊 然后如果说堵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语音 或者是通过 这个 Telegram Line 和WhatsApp 是最好的啊 以后我会把 一些大部分的资料 传到那个上来去 好 今天就到这里啊 记住 这个 我的微信 暂时 不能和大家 进行一个 全面的沟通啊 如果有及时的话 可以语音呼我啊 好 我们 这个 如果要 这个 看到这个 看过这个 我今天的影片的话 你可以加我的这个 呃 WhatsApp Line 中间是WhatsApp DXLine 第三个Telegram 啊 这个都给大家了啊 你们都可以加 随时加 呃 然而呢 这个 我们每周的课 我们 继续上啊 我们永远不停下来 该训练的时候 一直训练啊 好 谢谢大家啊 嗯 谢谢大家 嗯 今天我就 抽这一点时间吧 因为我还在欧洲 还没有回 还没有回 还没有回家 回家还得 还得飞 20多个小时 好 这个 谢谢大家啊 再见